麻辣紫鸡 麻辣紫鸡是湖南长沙的传统名菜 早在清朝同志年间就有了这道菜肴 充分体现了湖南的地方特色 原料有鸡腿肉400克 青红椒50克 蒜苗50克 调料有味精1.5克 精盐5克 料酒15克 花椒10克 还有醋15克 香油15克 湿淀粉50克 酱油15克 制作的时候 鸡腿去骨 斩成冰 青红椒 也要切成丁 蒜苗15克 切成粒 七腿肉 加蛋黄 料酒 精盐 精盐 味精 水淀粉 干淀粉 上浆 搓 水淀粉 鸡す 滤 渴 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干净的碗 再加酱油 醋 料酒 味精 精盐 水淀粉 清水 勾兑成汁 最后加上蒜苗 锅上火 放油烧热 倒入鸡丁滑散 再倒入青红胶粒 并迅速倒出利油 锅上火 留少量底油 加辣椒 煸出辣味 倒入鸡丁 烹入碗汁 翻炒片刻 加入香油即可 最后撒入碎花椒 麻辣紫鸡的制作关键是 调碗汁时调料加入要适量 它的特点是色泽棕红 光亮 麻辣咸香 鸡丁鲜嫩 再次 尽联 escal 烹入鸡丁黄 蔷燗 小出监 音束